大家好,又到玩具短打 Spencer,今天好像很熱 熱血編 熱血編? 今天說什麼? 其實就是 動畫史上有很多熱血作品 沒錯 大家可以先分享成長年代的作品 那我先說吧 我當然是70年代的三一馬拉俠 已經夠了一首歌 那應該到我了 要跟著年紀一段時間 我應該是 你已經死了 《不斗之拳》 Jenny呢? 而我就是聖道士、星矢和龍珠 這些作品很棒 我也很喜歡 另外不得不提後期的《熱血最強》 《勇者》系列 聽我的名字也知道 沒錯 沒錯 其實還有一套作品 絕對是機械人動畫之中 熱血來講 經典中的經典 超棒 是什麼? 《天然突破》 《紅蓮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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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一套2007年的作品 沒錯 這套作品分了四個部份 四個部份 總共有27話 分四個部份 第一部叫《蠟字編》 第二部叫《蜂文編》 第三部叫《路途編》 第四部叫《門天編》 那麼多部裏 其實我最喜歡的都是第一部《蠟字編》 我也是 因為有我最喜歡的角色 其實你也喜歡的 是 就是大哥卡米娜 沒錯 卡米娜是一個很熱血的青年 一個男子 她弟弟 西蒙經常都會用一些大道理 在戰場上鼓勵西蒙 我最記得西蒙剛剛發掘到 頭部機閃的時候 因為不敢控制 所以卡米娜就鼓勵她 就跟她說 你不要相信你自己 你叫她相信我 因為我相信你 但是到了最後 因為在大山戰役裡 她就被四天王的機米花 暗算而死 那就很傷心 到了最後 她最後的說話 就交代給西蒙 叫她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前面有一個呼應 而且也看到很感人很感動 看到我想哭 所以我對第一部 尤其是卡米娜這個角色 特別深刻 這八集是很棒的 絕對是一個很精彩的一部 這套這麼經典的作品 有兩位幕後功臣不得不提 其中一位就是人物設定 感激燈士 她創作了三個很出色的人物 包括她大哥卡米娜 她弟弟就是西蒙 當時未成熟 另外就是一個獵女 一個身材浮爆的追擊手 容子 這三個角色是非常出色 你們怎麼看這三個人物 我一定是喜歡大哥 容子不用說 即是大立的 基本上很多角色我都喜歡 是 Janny呢 我當然喜歡大哥多一點 是 因為挺有型的大哥有個熱血 沒錯 她被人暗算那一部是挺突然的 很經典的 她最初是由下面暗算上去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挺喜歡故事推進的原因就是 整隊伍人的勢很強 她去侵佔那個男子 想成功 突然之間逆轉 其實那種錯惡感 很拿捏到觀眾的情緒 你看到你都沒想過大哥會死 沒想過 我都以為她是主角 是啊 我都以為她 因為她的重點都在她那裡 是啊 另一位幕後工實際 一定是機設的吉成耀 他在當年 2007年那個年代 基本上都是機動戰士紅霸的年代 其實那個機設說真的 就不算很破格的 是很正路的 但是她唯一令我好留下 身份印象就是那個合體 那個轉 這麼粗 拿著西蒙的頭 插到自己的身上 其實插得挺危險的 那一刻很離譜的 那一刻 大哥坐在那裡 他轉到後面 避一避 眼黑的那一隻 每次都是這樣的 然後突然間那個機能 就會自己變大 變大 變大 那一刻離經叛道 其實是很秉承到這套作品的感覺 即是不是傳統的 對 那個官能真的令你很熱血沸騰 沒錯 那麼歷年的產品都幾多 即是例如早期的Konomi版的合金 那麼那隻合金產品都幾出色的 那麼還有的就是這個山口式的系列 沒錯 還有Bandai的Version Car版 還有就是我們現場有的這隻 右手邊的SR合金 這隻 是的 另外也有一隻 我覺得是 我相信是天然突破 最高規格的一隻插品 就是CCS Toys的這隻合金 嗯 那麼基本上就非常之造工精細 是 那麼Jendia 你怎麼看這隻 這麼高規格的合金 我覺得很細緻 第一眼看上去 哇金屬色很漂亮 是 就算是紅色金屬色 也有分兩種顏色 然後還要 這裡看上去 你看到牌牙是很仔細的 還有這裡用了不同 不同效果的顏色 譬如可能胸口用透明件 然後這裡用牙黑色 然後這裡用金色 就令到合金更加層次高 是的 透過你專業的評論 我覺得這隻東西更好 應該由重手 是啊 還有它也有很多玩法 譬如說 它在電影裡面會鞠鑽出來 沒錯 全身鞠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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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鞠鑽是用磁石吸收的 令到玩家很方便 又怕不會不見 最大問題是 不會弄花樣磁鑽 沒錯 還有它有背景 是讓你這樣擺 都很細心 即是接近還原動畫設定 沒錯 沒錯 還有Bot Art也很漂亮 沒錯 很漂亮 接下來也會出這個 螺旋王 黑色那隻 你會買嗎 絕對期待 買買吧 有這隻沒理由不買 沒錯 存一套 實體產品之外 天然突破的平面印象品 也不少 其中兩本 先講了卡米娜做封面 這本 這本 Janny喜歡卡米娜這位男子 挺有型 這本是劇場版特刊 基本上他主力是講卡米娜 例如他後面有很多 很多他的畫 對 很多他的畫 很漂亮 很多他的畫 有很多不同的畫師 在他心目中的卡米娜 沒錯 也有很多專訪 所以可以顯出卡米娜的角色 是多麼重要 很少封面 很少封面 不是機械人 是啊 但是真的是他哥 真的是他哥 另一本就是 天然突破的分鏡畫集 很多朋友 其實如果說草書 未必真的喜歡 只是草這個彩色 其實他就緝了很多 這套動畫的草圖集 最初的分鏡 是的 分鏡草圖 沒錯 我自己很喜歡看草圖 另外最尾的那一刻 最精彩就是 真的有他哥哥被暗算 那一刻 臨死那一刻 他臨死那一刻 他臨死那一刻 閉上眼那一刻 是啊 他最吸引的是 因為開頭暗算之後 以為他死了 是 誰不知先翻散了一次 是 打贏了對手 然後再死 還有最拿命的就是 其實他和容子之間那種感情 感情 很吸引 是 不經不覺 天原突破都十五周年了 其實如果觀眾朋友想 重溫這一套作品 但是又不想那麼悶 去翻看這套 《27話》的作品 那就有一個新的方法 是什麼 Janny 就是玩這隻新的遊戲 沒錯 就是這個手遊 手款的手遊 就正式登場 就開始預約了 今集節目下面就有成連結了 大家可以開始登記月藥 希望大家可以 接著 交通 未來 期待 未來 也有 有 未來 進 大家可以登入Facebook 按紅色鍵就可以立即預約了 之後選擇正確的系統 選擇區域 之後輸入手機號碼 選擇適合你付錢的平台 確認了報名的訊息就可以玩了 記得按一下 檢查你的預約獎勵進度 最後記得聚請好友一起玩 就領取更多獎勵了 衷心感謝大家超過一年的支持 希望可以課金支持我們 讓我們走得更遠 製作更多好的節目給大家看 多多支持